各位朋友大家好 早安 今天呢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大概花了两个礼拜的干事的木瓜先擦 我今天会先打开一下 里面现在有好多水 今天呢 我就是先打开一下 汗药要排水 因为我观察到里面 有好多水泡在这边 今天我会打开一下 我看好多水泡 这个水泡呢 因为我就是怕 它会把这个里面的 弄坏掉 所以我就是要 看一下 这边 上次我有稍微使用这个 好 好 我现在要打开一下 OK 我们看 这里面呢 上次流了好多水泡 所以我先让水泡的这些先淘汰掉 我会继续观察的 因为现在这边的皮都还是很新鲜 我在等它 这些汗会不会蒙发芽 这边 因为我们看这边是 当然是有些 芽点 可是 都还没蒙发出来 在观察的过程当中而已 OK 所以今天呢我就是 先检查一下 看这个结果会 到底什么样子 OK 看一下 这边 我们稍微等这个水泡 然后 跑掉的时候 我再重新把这个 掏起来 要我这次就不会再使用这个了 因为我怕好多水都积在上面 我们看 有些 这个表面都开始有发霉的现象 就是 暂时 就不会 再包这个了 我就只包外面的一绳而已 然后 这个的话 我们当然是会放在一个 阴凉的地方 我们不要晒到外面 太阳会涉到 这个皮 里面的水都会淘汰掉 这样子会容易 把这个弄死 这样子 晒大概换两个礼拜而已 这个呢 我再继续观察了 OK 我现在在 OK 我看这边有些芽点 我看这里有个芽点 感觉上就是想 想要猛发 可是我们还是要继续观察了 好 今天我的视频呢 先跟大家综合分享的是 下一个视频呢 我会跟大家分享其他的 更详细的 我现在也要重新掏 起来 OK 这样子 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这边的话 一定要包紧 这样子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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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